- 美族的发布会 - 嘿!看我来到哪里? - 是武汉各位! - 今天我们来到武汉的目的就是 - 为了出席美族的发布会 美族在马来西亚 - 你觉得好像死了? - 可是她没有,她回来了 - 这次美族的发布会一共有三大重点 - 第一个,美族21 - 第二个,就是AR眼镜 - 第三个,就是FlymeOS - 但是FlymeOS这次的重点应该会在车上面 - 因为今天会出新车 - Let's go! - 好像Stadion Bukit Jalil这样夸张 - 这个就是刚刚发布的 - MyView AR智能眼镜 - 在我手上 - 堪称全球最轻的全彩眼镜 - 71g 非常非常轻 - 但是我觉得她的边有一点粗啦 - 戴上去你们看好不好看 - 其实我觉得她整个设计啦 - 除了轻之外啦 - 它是很舒服的一个材质 - 它用的是铝镁合金 - 鼻架这边通常是最痛的地方 - 但是它做得很软 - 然后旁边这个框它其实还可以再往外伸展一点 - 所以头大的人就不用怕 - 右边的眼镜角就是电源键和控制键 - OK我现在戴上去之后 - 它底下是有四个圈圈的 - 这个就是它的主页面 - 然后四个圈圈 - 第一个它就是秀你的时间跟充电器 - 第二个是秀现在的温度天气 - 第三个是我今天总共跑了多少步 - 第四个就是一个很实时切换 - 你现在用着什么功能的一个快捷键 - 比如说我现在在听电话的话 - 它就是一个电话的那个app - 不然如果你是看信息 - 它就是一个信息的app - 往前滑 往后滑 - 它其实就是一个移动的手势操作 - 现在我其实我没有办法准确给你们看到 - 我看到的是什么东西 - 因为我是从眼睛里面去播出来的 - 但是它其实秀出来很清楚 - 很清晰 - 声音足够大声 - 而且我开歌哦 - 我刚才完全听不到隔壁在讲话 - 这个AR眼睛我都想要 - 到底多少钱呢? - 人民币9999 - 换上过来码币大概就是6500这样子 - 其实没有很贵的OK的就是6000多咯 - 就是买不起的样子咯 - 这一款就是MyView标准版 - 它除了不能看video之外 - 其余功能全部一样 - 但是它最大的特点是 - 它真的很轻 - 41g - 我的口红都要50g一支咯 - 戴上去 - 没有负担 - 嫁给我吧 - 没有 - 这个是它特别配合这个眼睛推出的一个MyViewring - 就是说以后你只要动一动手指 - 你就可以控制它了 - OK 现在我找到它的戒指的使用方法了 - 就是我按住 - 然后我的手这样子动 - 它就会左右滑动 - 不是先加我咯 - 我不是在演戏咯 - 认真的咯 - 它就是这样子 - 可是这个动作不懂会不会看起来很蠢 - 就是 - 这个这个很 - 手转啊 - 这个很像 - 就是在你不用直接碰到这个 - 你用这个戒指就可以去操控它的意思 - 这个戒指咯 - 其实有好几种尺寸是可以选的 - 还有它只是IPX7级的防水 - 完全充满电脑两个小时 - MyView AI眼镜其实能做东西很多下的 - 比如说打电话 - 回复信息啊 - 看视频啊 - 拍照啊 - 听歌啊 - 导航甚至是实时翻译 - 哇厉害耶 - 实时翻译耶 - 之所以以后我们出国了 - 然后看到外国人不会讲英文也不用讲 - 我马上get到 - 朋友你想去吃饭吗 - 你想去吃饭吗 - 喂朋友你想去吃饭吗 - 你想去吗 - 所以它是很準耶 - 而且很实时一下 - 还一直在翻译 - 还一直在翻译 - 还一直在翻译 - 是1.74mm - 堪称全球最窄边框 - 屏幕6.55寸 - 120Hz刷新率 - 亮度最高1800米 - 次是1920Hz PWM高频调光 - 它这个叫做爱喜灵动环 - 爱喜就是它的语音助手的名字 - 然后灵动环就是一个会灵动的环 - 来电通知 - 消息 - 听歌 - 抢红包 - 颜色都会变的 - 变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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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我在听这个了 - 另外呢 - 魅族21还有一款专门用了 - 纯白面板设计的 - 命名为魅族白 - 因为这座程序很复杂 - 所以很多手机都不做白面板了 - 只有魅族还在坚持 - 参举了兄弟 - 改变世界靠你了 - 这是魅族21还用了一个超声波指纹 - 我跟你讲我刚已经录了 - 就算我们贴了一层钢花玻璃Tamper Glass - 它都可以这么快的去开锁到 - 然后你手试试也是可以 - 而且有时候我找不到在哪里哦 - 你看 - 镜头部分呢 - 两亿上述广角组织 - 但是这都不适中 - 有一个功能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- 就是这次魅族21 - 它新加入了一个叫做AI工具的新功能 - 就是可以做一些很厉害的东西 - 美图秀秀都可能做不到 - 这个是我原本的照片 - 我是拍不到脚的吗 - 拉大 拉大 - 然后呢 - OK 看一下 - AI还在有点时间啦 - 因为很有人在排队的 - 你出来了 - 就是AI它在自己去想象 -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- 我刚才又重新扩展了一次了 - 哈啰 做人不要过分 - 我真的有这么矮 - 它叫我选这个 - 还是这个 - 叫我选这个啦 - 刚才我们太想扩展嘛 - 还有一个叫消除 - 就是可以把后面的路人都消除掉 - 这功能也不是很特别啦 - 里面我们可以做到 - 美图秀秀也可以做到 - 但是我再来试一下 - 嗯 successfully - RJ的 - 唉 - 其实蛮干净的 - 好啦 - 今天的魅族发布会就到这边了 - 总共发布了一台新手机 两个新的AR眼镜 其实它后面也有发布 新的Flyme OS 10.5 还有Flyme Auto 就是一个车机的系统来的啦 然后那个车现在还没有来马来西亚 等它真的来到马来西亚之后 我再认真给它介绍这个 但是我已经出来一个短视频 所以你们可以看那个节目 那整个发布会里面 其实我自己最喜欢最期待的就是 AR眼镜了 就是My View这个 因为听说它真的会来马来西亚 你想看 到时候马来西亚人手一个My View 驾着My View 喝着买咯 Perfect 回家啦 拜拜